HELLO 歡迎收看胖子女的週刊 然後今天就如同你們前面看到的影片標題 我說我被網路霸凌了 那這件事情呢 除了我以外 我姐還有我朋友又被罵 那剛好是我最近遇到這件事 所以剛好可以順便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親身經歷 那 那除了這個我猜一下題外話 就是我今天呢素顏然後長痘痘 然後外加最近吃太好然後都沒在動 所以雙下巴很猖狂 所以等一下可能我會說話說一說 或是一個動作我的雙下巴就一直跑出來 跟你們say hello 所以就請你們不要建議囉 那今天這個影片算是有點閒聊talk talk的影片 那我也很久沒有做這個影片 然後就是剛好前面講到說我剛好遇到 所以剛好可以來做一個主題跟你們分享一下啊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主題吧 那其實呢 我今天為什麼我會選擇想要拍這個影片 是因為剛好胖妞就是遇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呢 就是網路霸凌在網路世界也非常的可怕 然後接下來呢 等一下胖妞會給你們看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就是因為我們拍了一個抖音影片 對我們的人生攻擊的截圖 然後你們就先觀看那段影片還有幾張截圖 然後觀看完我們再回來繼續跟你們talk 好 那我相信你們都有看了那段影片 好 那幾張就是對我們人生攻擊的截圖 那胖妞現在要在這邊 對那個 人生攻擊的那個留言 來做一些回應 就是說一些我的回應還有我的想法 那我真的覺得呢 其實 我們拍抖音真的是 不管你們的事懂嗎 就是硬要 硬要來留言 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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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咪 無焉薯條 被人 問號 然後我相信有用抖音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通常你是拍沒有什麼 不太有趣的 就是 通常也是不會有人罵你啊 然後就是大不了幾個愛心而已 然後我在想剛剛應該是剛好我們那個影片 就是剛好應該有上推薦 然後所以才會 被罵 然後 然後這件事發生其實也蠻好笑的 然後胖妞順便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小故事 然後這件事情呢 是發生在 胖妞就是前幾天 上個禮拜就睡花蓮 兩天一夜 就在那天的凌晨 大概凌晨兩點多 胖妞都習慣滑手機 然後 然後 我朋友還有我姐他們都睡了 然後滑一滑 我就習慣看嘛 然後我點開來看評論 想說 诶評論怎麼有二十幾個評論 然後我點開來看 诶 然後發現那裡面 全部都要對我們人身攻擊 就是 攻擊我們的一些 美在的身材 然後 我就去咬我朋友 他說 我說 我們今天拍那個影片 有人在底下留言 留言什麼什麼 然後我朋友的時候 他是有點 他沒有醒 他是有點睡夢中 他說 嗯 沒關係啊 不要理他就好啊 然後我就 我就不以為意了 然後我隔天早上 我就跟他們說 說這件事情 然後我那朋友 喔 反應超級大 但是很在意 然後我姐也很生氣 我姐都超級生氣的 然後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回他們 三個秒 寒悶 好 那 好 那相信你們剛剛有看到我前面的影片 還挺激動的 然後我現在這個影片呢 我真的是 有沒有激動 是要很 有點 很認真的來跟你們 說我想要 我想要跟你們說的話 然後對這件事的整個看法 嗯 就是我相信也很多人都知道一些藝人啊 還是網紅是因為 網路霸凌這件事 然後選擇 結束自己的生命 然後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 網路霸凌這件事 就是可大可小 嗯 並不是每個人看完都能說 無所謂 或是沒關係 所以如果今天你隨口一句話 就能隨隨便便 輕易的奪走別人寶貴的生命 我覺得這樣你會比較開心嗎 霸凌別人的人 你在鍵盤後面 打隨便一些話 然後 人家就是因為你的一些話 然後 選擇離開人是你們覺得 吃得下喝得下嗎 然後睡得好嗎 就是你們這樣 顧我開心嗎 這是我真的想要問的 然後 我現在真的頭皮真的發麻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內心最想要說的話 因為胖妞之前本身也有 國小國中的時候也有經歷過一些 我自己本身被霸凌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了解 整個 整個事情的一種感覺 那因為胖妞我覺得呢 不是說今天我公開這影片或照片 我就 我就該任由別人罵我 我覺得這不對的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 躲在鍵盤後面 不管怎麼罵都不會有次 本正我也不會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你啊 就是我們不想去跟你們借教 我們也可以去備案告訴你們啊 你們都以為在網路上 去名留言然後都掌握不到電腦IP嗎 我們這些是笨蛋嗎 只是不想計較而已 如果真的要計較 就讓你們吃碗兜的走了 我選擇的做法是 就是不做任何的回應 因為呢 這時候 這句話就很有道理 因為 腦子是個很好的東西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 跟說你們遇到這種 傻眼的人 就可以 想起我剛才說的那句話 腦子是個很好的東西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 有些人就是天生 腦 而且我就覺得他們就是為了酸泥 有去酸泥 然後跟他們吵架的時候 就是沒完沒了 沒有任何的結果 所以我覺得 可以直接走法律途徑 就是 備案告訴他們就好了 就是我覺得即使我們是公開的影片 還是照片 就是 我覺得沒有任何人 有資格做什麼任何評論 畢竟這次也沒犯罪啊 也沒犯到你啊 你沒有什麼資格可以說 喔這件事好還是不好 除非他真的做什麼辦法 違規的事 你才可以講去說怎樣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 管好自己才是做人 最該有的本分 我會做這支影片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剛好我會遇到了 所以 可以以我的親身經歷來分享 這個故事 順便可以讓那些 霸凌人家的人知道 這件事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事情 不要以為躲在鍵盤後面 打打一些字 就沒事了 那希望你們今天會喜歡 判若分享這個影片 那 如果有什麼想要對判若說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有什麼想要看的影片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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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